朝鲜周三早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分析这是朝鲜针对韩国将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进行的武力示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称这是朝鲜导弹首次落至日本专属经济区 新华社报道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周三证实 朝鲜当天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一枚炉洞导弹 也就是朝鲜所称的火星7型导弹 导弹全程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 随后落在了秋田县南路半岛以西2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美国战略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朝鲜是接连发射了两枚炉洞导弹 其中一枚与发射后立即爆炸另一枚坠海 火星7是朝鲜在仿制飞毛推导弹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单极液体中程导弹 它的研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可以看作飞毛推导弹的放大型号 该导弹直径1.25米长度15.6米质量约16吨 使用单台飞毛推导弹的放大版液体火箭发动机 燃烧时间超过100秒 可以将约一吨的弹头投送到1000公里以外 足够打击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内几乎所有的目标 这次呢有可能是为了这个全射程的对导弹的整体的可靠性和成熟度进行检测 所以采取了哪怕是这个对日本造成进一步威胁 但也要进行全射程试射的方式 总的呢就是说明朝鲜的这个导弹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这是朝鲜自7月19号发射三枚弹的导弹后 时刻15天再次射弹 但此前朝鲜多采用高弹道模式来试射中程弹的导弹 而且从未射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但这次不仅是火星7号导弹的首次全程试射 更是朝鲜导弹首次落置日本专属经济区 共同社分析人为此举除了针对美韩以外 还意在制约日本政府 有分析人为朝鲜的这次试射意在发出明确的信息 部署萨德也好与美国加强安全联系也怕 这些都不可能改变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形势 它是朝鲜进行一个远程战略打击的一个重要撒手锏 再一点就是朝鲜发展这个导弹 已经超出了针对韩国本身 而且是针对了所谓的未来美日干预朝鲜半岛的 这样的一种遏制力量 针对朝鲜射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伦表示 美国准备自卫并保护其盟友 日本首相安保舰三周三谴责称 这是对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胁 防卫向中国员也已经向自卫队下达指示 要求收集情报并进行警戒监视 日方还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了抗议 此外日方还计划在导弹落下现场周边海域 尽快回收碎片 今年6月日本鸟曲县发现了疑似朝鲜导弹碎片 随后这一碎片被运网到防卫省进行详细分析 这一碎片长约1.8米 宽1.2米 形状为圆柱形 材料为金属 重量约100公斤 防卫省认为这一碎片来自于朝鲜2月7号发射的远程弹的导弹 大普通2号改进行可能安装在导弹顶端 日本随后展开分析材质和加工技术的工作 有分析认为导弹碎片一方面难以打捞 即使打捞到其碎片也不一定有多大价值 它如果智力要打捞难度将比之前韩国打捞银河火箭要难度大一些 第二朝鲜既然敢于发射就不怕所谓的技术泄密 很清楚一点朝鲜目前发展的导弹技术 更多的是在于自己的燃料还有自己的导引段 这些能力的完全自主 在这些方面美日韩通过打捞残骸来进行一些实际的刺探和了解 仍然无法还原这种武器的全貌 而朝鲜近期接连发射导弹更是给了日本加强拦截武器的借口 在周二公布的201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指出 为了应对朝鲜合约导弹威胁 当局历称早日部署由日美两国开发的新型海基型拦截导弹 标准3Block 2A等 加紧强化自卫队的导弹拦截能力 标准3Block 2A可以应对高弹道发射的淘汰 中国称开发已进入最终阶段 日本政府打算最早在明年完成开发并尽早部署 我想这个主要还是用来针对日益增长的朝鲜导弹威胁 至于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之前主要考虑的是 会不会对我们针对美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构成影响 根据公开的资料尚不足以对洲际导弹构成拦截能力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有限的 同时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正在强化 美国空军周二宣布 F35已具备可以进行实战部署的初始作战能力 日美目前正就今年9月在美国国内空军基地 向日方交付第一架F35展开协调 日本航空自卫队计划购入42架F35 替代日益老化的F4战斗机 航空自卫队已派飞行员在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的空军基地参加训练 要关注F35不应该放在如何争夺制空权上 而在于赋予了日本强大的对地的打击能力 日本获得这种飞机以后 对我们的主要构成的挑战和影响在于 它能够在一些日本以前不具备的进攻性能力方面得到有效的加成 而韩国也借朝鲜发射导弹鼓吹部署萨德的必要性 会长以秉斥周三表示 朝鲜发射导弹恰恰张起来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必要性 周二美国陆军部长阿里克范宁访问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下辖的第35防空炮兵旅 该旅主要负责操控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同样也负责将部署在庆上北到兴州郡的萨德反导系统 这也预示着韩国萨德部署正在加快进行 对于萨德在韩部署 韩国有识之士近日密集提出质疑 韩国前统一部长丁世炫 近日在接受新华社区的专访时指出 韩国在美国的施压下 做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 显示了朴槿惠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 丁世炫认为对韩国来说 部署萨德明显是得不偿失的选择 既刺激了朝鲜 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韩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新华社周三又刊发题为 木林友好才是韩国安全最佳保障的文章 这是新华社近期第六篇反对萨德入韩的文章 文章指出 韩国当局急需认清部署萨德最大的威胁 在于冷战幽灵的抬头 在于保持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一两件高科技武器保护不了韩国 木林友好的周边关系才是保护韩国安全的基础 在于保持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